继续带您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100多天本土领确诊 不过现在比利时封电工程师 到底是境外还是本土感染 感染源依旧是个谜团 有医师认为工程师体内的IGG抗体 如果是强烈养性代表是早期感染 而体内PCR核酸检测又测得到病毒 如此一来十分矛盾 应该要厘清病毒是否还有传染力 不过感染科权威黄利明则表示 根据国外的研究显示 新冠病毒跟其他的病毒不同 本来就可能与抗体同时存在 所以这个状况并不吊诡 另外有医师建议 对于入境的旅客最好要做全面筛检 以防找不到感染源的个案再度发生 比利时封电工程师到底是境外感染 还是本土成为一大谜团 有专家指出如果工程师测出IGG抗体 属于强烈阳性 但现在做PCR核酸检测又测的病毒 似乎有些吊诡 但感染科权威黄利明认为 根据国外研究显示 新冠病毒和抗体确实可能同时存在 在很多病人的身上IGG阳性跟PCR阳性 或者病毒培养阳性呢 其实他们共存的时间可以长达一个多月 还躲在一些少数的细胞里面 或者有些比较免疫系统比较难去攻击到的部位 那需要久一点的时间才能被清除 医师分析工程师抗体检测结果 Ign为阳性 Igg为长阳性 可以推测工程师感染时间已经有1到2个月之久 至于PCR核酸检测阳性 代表体内还留有病毒 因此被感染的确切时间点就增加许多可能性 医师建议可以透过病毒培养 从上呼吸道或是排泄物 采取检体厘清病毒是死是活 还有没有传染力 另外针对入境旅客也应该要做全面筛检 落地以后呢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检验 再验一遍会比较有把握一点 如果说因为入境14天没有筛检 会造成我们疫情失守的话 我们其实应该早就应该失守 但指挥中心对于入境全面检测 仍存有疑虑 就怕出现伪阳性伪阴性问题 目前还是采取居家检疫14天 有症状再行裁检 对于边境管制暂时不调整防疫策略 谢谢陈子坊 黄明胜 台北报导